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值中秋佳节 在我国南方某海滩俱乐部上正举行着一场盛大的晚会 男男女女坐在一块尽情地聊着天 吃着烧烤 有的在海滩散步 惬意地吹着海风 有的干脆就下海游泳了 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可就在这时 突然听到一个男子大喊 说快救人啊 刘董事长被谁给冲走了 一时激起千层浪 大家被这个喊声给惊呆了 纷纷地向海滩边跑去 那么这个刘董事长是什么人 他怎么会被浪给冲走呢 他身边难道就没有人吗 原来啊 组织那个海滩晚会的是一家保健品公司 刘董事长呢 就是这家保健品公司的老总 年龄的不过40岁 是当地有名的美女企业家 刘美云本身呢 今天趁着节假日 组织大家到海滩去放松一下 感觉啊 气氛一直不错 但是没想到突然会发生这种事 就是据呼救的那个男子讲 当时啊 他在海边游泳 看见刘美云从他身边游过 并且向深海里边游去 他当时还挺佩服 说刘董事长啊 水性真好 于是啊 就一直重视着刘美云 突然一个大浪打来 一下啊 就把这个刘董事长啊 给吞没了 然后就不见助影了 由于自己的游泳技术啊 实在太差 他不敢贸然地去救援 于是啊 就快步地跑到海滩上 大声地呼喊 人命关天 听到呼救后 几个年轻游客和俱乐部的救生员 立刻向刘美云消失的地方游去 希望能及时抢救溺水的刘美云 同时 俱乐部的负责人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也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很快到达了事发现场 并马上组织人员展开了拉网式的搜救 天呢 渐渐地黑了下来 给救援了 带来了不少的难度 越搜救 大家感觉到啊 心里越凉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 如果有人溺水 抢救的最佳时间 就是在他刚刚溺水的几分钟之内 而一旦时间长了 即使是能够早着 也往往生还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从民警和救生队赶来 到现在啊 已经将近两个小时过去了 音讯皆无 大家的心呢 都凉到了冰点 天呢 完全黑了 波浪呢 也开始越来越大 救援的难度持续增加 众人呢 都已经开始精疲力尽了 那么民警在组织完大家 进行最后一轮的搜救的时候 民警分析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即使把人给找着 那么生存的可能性也基本等于零 于是啊 民警就终止了今天的搜救 并且呢 做下了出警记录 那么在安排完这一切之后 民警对周边公司的这些员工说 你们呢 谁跟这个刘美云关系比较好 通知一下他的家属 大家一听 面面相觑 大家都跟刘美云比较熟 有他的联系方式 可是刘美云家里的联系方式 还真没有 那么怎么跟刘美云的家人联系上呢 这时候有人提议 说刘美云手机里肯定存有家人的电话 只需要找到他的手机 看一下通信路就可以联系上了 民警立刻联系了俱乐部的负责人 要求取出刘美云寄存在俱乐部存包处的手机 然而就在俱乐部工作人员打开 刘美云存包柜的时候 里面的情况却让人大感意外 据俱乐部存包处的工作人员反映 说刘美云的手机不见了 这个手机不见了 他怎么能凭空就不见了呢 难道刘美云就没有带手机 或者是没有放到柜子里交给了其他人 根据民警的询问 现场没有人替刘美云保管手机 那么他会不会就没带手机呢 民警感觉到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话又说过来 即使他真的没有带手机 总该带个钱包啊 信用卡啥的吧 但是现在呢 存包柜里什么都没有 民警感觉到很蹊跷 刘美云在游泳的时候 不是溢水失踪 而随身的手机又不翼而飞 尽管俱乐部经理啊 再三解释 但是民警慎重起见 还是决定调取这个存包处柜子旁的监控录像 他们要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发生失窃事件 当这个录像画面啊 播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 民警突然发现 有一个戴着鸭石帽的年轻人 神情紧张地走进了这个镜头 只见他啊 东张西望 看了看 发现没人 镜子呢 就走到了刘美云的柜子旁边 然后啊 拿钥匙打开柜子 从里边拿出一些东西 装到身上 随即快速离开 前后不超过一分钟时间 那么这个人是谁 他怎么能有刘美云柜子上的钥匙呢 他是不是能够解开这个谜团的关键人物呢 民警把画面进行了定格 然后迅速的派公司的这个人员 赶到这个放录像的地方进行辨认 结果公司的同事一眼就认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 就是传言中的秦飞 秦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他不是家里有事 就没参加海滩晚会吗 他又怎么会有刘美云柜子上的钥匙呢 那么刘美云的失踪 是不是和这个秦飞有关系呢 女老板遭遇海难失踪 男助理却偷偷取走了他寄存的物品 他不是家里有事 就没参加海滩晚会吗 他又怎么会有刘美云柜子上的钥匙呢 助理从此人间蒸发 他的父母说出了他和女老板之间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个刘美云呢 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女人 我这个儿子算是白养活了 两人的失踪是否有什么关联 美女老板真的溺水身亡了吗 消失的女老板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由于秦飞手机已经关机了 民警无从查找 民警就赶到了公司 调取了公司入职时候的登记的资料 在这里找到了秦飞父母的联系方式 那么很快民警就和他父母取得了联系 可是当民警问到秦飞和刘美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 秦母情绪立场的激动 他直截了当的说 说我儿子才不会和那样的女人有什么关系的 你们这个事不要再问我了 那么由于秦飞的父母不配合 那么公安机关就展开了外围的调查 他们认为刘美云的失踪很可能不是一个意外 跟这个秦飞有着莫大的关系 那么秦飞本身他都已经说有事不去海滩上了 现在出现在海滩上 里边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民警调取了秦飞的通信记录 结果从中间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而找他的亲友和同事了解的经过 也是一无所获 秦飞的失踪让案件更加的扑朔迷离了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从高处 为什么会有刘美云贵子的钥匙 而刘美云是否真的遇难了 民警感觉到要揭开这一连串的谜团 首先得查清楚秦飞和刘美云之间的关系 于是民警再次来到了秦飞父母的家中 在民警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之下 秦飞父母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终于向民警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据秦飞父母讲 他们就秦飞这么一个儿子 从小就教育的比较好 刊的比较严 孩子成绩也不错 后来考上了大学 那么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 孩子从年之后长得也是意表人才 玉树临风 可是毕业之后 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么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秦妇 不想看着孩子整天就这么在家里坐着 于是就给他找了一个 兼职的健身馆服务员的工作 而刘美云是这个健身馆的常客 他经常去 对于这个长相英俊 高大威猛的小伙子 也充满了好感 那么时常就和秦妃聊天 而秦妃对于这个女人也非常有好感 刘美云虽然年龄已经40岁了 但是由于穿衣打扮比较得体 加上形象气质也比较好 看起来给人的感觉就像30岁刚出头一样 而且他优雅的谈吐 然后迷人的气质也让秦妃倾倒 所以说他也乐意跟刘美云在一块 那么时间长了 刘美云就经常请秦妃出去喝咖啡 吃饭 两个人越聊越近 最初两个人以姐弟相称 可是时间一长 两个人关系就有些暧昧起来 刘美云开始邀请秦妃到他家里去做客 刘美云只有一个儿子 在外地读大学 平时也不回来 那么秦妃到刘美云家里去了几次之后 刘美云就提出来 说这样 如果你暂时没有找到什么心仪的工作 你不如就来我公司工作吧 我正好缺一个助理 最初听到秦妃找到了新工作 秦妃的父母也是异常的高兴 可是时间一长 他们发现秦妃开始经常的夜不归宿 不由得有些焦躁 在他们的逼问之下 秦妃就把实情讲了出来 这秦妃父母一听啊 暴跳如雷 什么 竟然找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女人 做女朋友 而且还离过婚 同时还是曾永 当时有同事看到 他向深海里游去 之后呢 被水浪给吹走了 如果秦妃那个时候出现在海里 应该是被同事给看到的 而不应该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 这又怎么解释呢 而且根据一般的规律 如果有人溺水失踪 一般情况下 在第二天都会被这个潮汐啊 给冲到岸上的 往往尸体第二天就能够在海滩上找到 可是本案呢 已经发生好几天了 那么刘美云音讯皆无 活不见人 死不见死 由此民警分析 刘美云在海里遇难的可能性不大 那刘美云去哪了呢 秦妃此时又在哪里呢 就在民警疑惑的时候 公司呢 十几个股东来到公安局报案 说刘美云和秦妃携款潜逃了 女老板溺水多日却不见尸首 股东报案称她携款潜逃 这两个人同时消失 有点不太对劲 会不会和公司的财务有关系呢 警方介入调查 却揭开公司内幕 美女老板竟是非法组织的头目 他们应该是利用合法行政 掩盖非法目的 看来啊 这家公司有问题 女老板为何假装遇难死亡 警方能够抓获人间蒸发的她吗 消失的女老板 法律奖堂正在播出 两个人携款潜逃了 股东怎么能做出这种判断呢 原来刘美云失踪之后 秦飞也很快就消失了 当时股东心里就充满了疑惑 这两个人同时消失 有点不太对劲 为什么呢 刘美云作为董事长 一把手掌握着公司的财政大权 而具体负责财务事宜的都是秦飞 那么这两个人同时不见了踪影 会不会和公司的财务有关系呢 那么公司的股东就托人到银行 查了一下公司的账目 结果果然发现 公司账上原来有的三百多万的流动资金 被人悉速取走 已经没有了 做这个事最大的嫌疑就是秦飞 但是没有刘美云的帮助 他肯定做不成 那么两个人一块携款潜逃 可能性是最大的 他们当时也就想自己调查一下 能够把两个人找出来 于是就发动他们的社会关系和人脉 展开了广泛的调查 结果还真的发现一点线索 那么有人反映 在临近的地市 一个超市附近见到了刘美云 那么股东蜂拥儿子 开始在超市附近进行搜寻 可是早来早去 一连几天 连刘美云的影都没看到 万般无奈 他们就回来 并且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听了股东们的讲述 民警非常重视 立即就组织竞争支队的民警 去他们公司进行调查 可他们公司的经营状况 引起了民警们的怀疑 刘美云这个公司 是一家保健品公司 在他们公司的陈列柜里 存放着各种各样的保健品 可是他们公司的销售记录上 却显示 公司的销售收入并非是卖这些保健品所得 而是会员缴纳的会费 那么每个会员要入会的时候 需要缴纳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会费 那么根据缴费多少分为不同的层级 而且公司的老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 民警调查之后感觉到 这个公司他们采取拉人头抽提倡 并且发展下线的方式经营 这不是典型的传销吗 看来啊 这家公司有问题 他们应该是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利用传销组织去挣钱 而刘美云正是这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结合账面资金的异常情况 以及本案发生之后的中用经过 民警认为刘美云和秦飞 两个人协款潜逃的可能性非常大 于是立即对两个人的社会关系 以及经济状况展开了调查 那么经过调查发现 刘美云有一个个人的存款账户 之前每个月刘美云都会给他在外地的儿子 打上一笔生活费 可是自从案发前一个月 刘美云分次取走了这个存责里的全部的存款 而之后呢 也再也没有给儿子打过钱 然而在对刘美云儿子账户的调查中 警方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自从刘美云停止打款后 一个外地账户却开始每个月 给刘美云的儿子汇取一笔相同金额的款项 难道这个账户是刘美云以他人名义开设的 办案人员立即委托了账户开户行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调取了开户当天的监控录像 经过仔细的观看这个监控录像 民警发现开立账户的是个女人 经调查名叫徐娟 她在开立账户的时候身边就站着一个女的 而这个女的不管从外形上还是从言谈拘止上 都很像刘美云 徐娟在开户的时候曾经反复的扭头去询问旁边的这个女人 并且在开完户直接把卡就交给了这个女人 由此民警分析判断 肯定是刘美云利用徐娟的账户给儿子打钱 那么结合开立这个银行账户的银行所在地 以及在开立账户时所填写的这个通讯地址 民警赶到了当地 并且在当地布下了天罗地网 终于当刘美云和秦飞再一次出现的时候 被守候多时的民警当场抓获 抓获之后民警把两个人带到了公安机关 刘美云被抓之后感到异常的傲煞 他对民警说自己公司经营出了问题 有一笔投资失误了 收不回来了 眼看着资金链就要断裂 他担心股东和会员会找自己的麻烦 这才产生了携款潜逃的想法 而据他说 本身觉得自己设计的这个计谋非常的周全 然后就假装溺水失踪 不会引起人的注意 那么这个事过去 估计也就没有人来找他了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公安机关这么重视 搜查的这么仔细 调查的这么认真 结果导致他最后露馅了 而秦飞他则表示 他现在和刘美云的关系早就是金飞昔比了 得知公司以传销的方式在经营之后 他就想离开刘美云 可是由于他参与公司的经营时间也比较长 两个人也成了一条线上的蚂蚱 跑不了你也飞不了我 在和刘美云一块潜逃的这段时间 他内心充满了煎熬 就想着能够有一天去投案自首 早日解脱 那么现在公安民警到来 等于让他松了一口气 彻底解脱了 他决心的主动坦白 然后配合公安机关调查 争许能够重庆处罚 早日回到父母的身边 民警将刘美云和秦飞抓获之后 认为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行李 构成了犯罪行为 那么他们到底构成什么犯罪行为呢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 对他们要出于什么样的制裁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他们俩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那么这个罪名啊 我国刑法在制定的时候是没有的 直到2009年2月28号刑法修正案7出台 才增加了一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对于在2009年之前传销组织的头目定罪 往往啊是按照非法经营罪来定性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 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 获得加入资格 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成级 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筹或反例依据 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 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 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 刘美云和秦飞实际上两个人的行为是触犯刑律了 应当依照刑法的规定定罪处罚 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后也认为 刘美云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自知清楚证据确凿 而且涉案数额特别巨大 并且在案发后有假装逆水失踪 携款潜逃等情节 因此应当从重处罚 那么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刘美云 有期徒刑七年 同时并处罚金五万元 而秦飞呢 由于能够主动的承认错误 交代案情 并且在整个犯罪过程中 起次要和辅助作用 被人民法院重新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之行 案件呢 到此就落下了帷幕 美女董事长 妄图以非法手段敛财 在事发后还想利用逆水失踪 来掩藏自己的罪行 携款潜逃 最终呢 机关算尽 但是啊 也难逃法网 身炫灵欲 而秦飞呢 没有抵挡住金钱和美色的诱惑 助纣为虐 最终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俗话说呀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要想获得财富 必须用合法的方式 通过辛勤的劳动 那么像本案当中 刘美云和秦飞这样 最终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好 观众朋友们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母亲家中遇害 旁边的女儿却沉睡不醒 我困 我睡觉 爸爸把我叫醒了 妈妈躺在地上 家中值钱物品被席卷一空 上门女婿也随即失踪 要不然你们不给 我就干脆自己拿好了 你们一家人能拿我怎么着呢 上门女婿异地被抓 她承认谋财 却否认害命 上门女婿凶杀案 明日播出